哈啰八代的車友們大家下午安 今天是假日齁 那年前的話車子消化不晚 所以今天是假日幫車友們服務 今天要安裝的當然是八代囉 在八代的社團裡面 安裝的是KT的避震器 今天的安裝版本會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是一個特製的版本 車主的話其實也做了一些技術的改裝 比如說大包還有鋁圈輪胎 煞車有做了一些蠻多的技術改裝 本來車主的避震器就已經是改裝 那因為安裝了一段時間 那有試乘過KT的避震器之後呢 才選擇我們KT的避震器 那今天的版本比較特殊 一般道路版的話我們前面是配置7公斤的彈簧 後面的話呢是配置6公斤 經濟版的話前面有10公斤也有12公斤的 後面的部分的話就都是變成直捲式的彈簧 分別有7公斤8公斤還有8.5公斤 經濟的設定的話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道路版的特製的話的部分的話 有很多的車友也選擇我們KT的產品 我們也都有提供實車呢 一模一樣的8代的實車可以給車友們做試乘 那今天的版本會比較特殊的在於 它的筒身的阻尼呢是禁忌的 但是彈簧的話配置一般道路的彈簧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配置的是8公斤 後面的話呢配置的是專用的大捲的6公斤彈簧 這是前面的部分車主其實有做了一些基礎的改裝 譬如說前面是這個應該是四火塞的卡鉗 E-SPEC的 前面的部分的話KT都有附上座 上座在這裡 上座裡面呢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地方呢就是可以調整軟硬 可以順時針的話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呢直接調整軟硬 那這個試蓋其實已經拆掉了 它本來有一個試蓋 這裡的話呢會有一個方便於維修的開孔 所以我們把這個試蓋掀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至好你好 經濟跟道路的阻尼差異還有彈簧差異 是版本最大的不同 那特色版的話呢 它的阻尼其實配置的下壓做的比較強 然後後面的筒聲也是加速的 那彈簧的話呢就用一般的設定 可是前面因為車主它有在開的速度有比較快 所以前面的話呢我特別再加重了一公斤 所以前面是配置200x8公斤 後面是180x6公斤的彈簧 前面上座的部分 我們有附上座剛剛有提到了 上座的裡面呢有一個軸層 我們所選用的軸層的品牌呢相當的大 是日本KOYO的軸層 是日本做軸層裡面最大的品牌 所以它的價格當然比較高一點 壽命也會比較長一些 所以這個是裡面我們所附的軸層 至於前面的一些設定的話 剛剛有提到了 前面的話是配置的 正常道路版本是200x7公斤 那這個版本呢 我們把它配置200x7公斤 車高的部分的話 前面預計大概輪胎的上緣 跟原來一樣22mm 所以前面的話預計大概一十半左右 那這一台的設定 其實我們最高也可以有辦法 到達跟原廠一樣高的程度 最低的話 輪胎跟葉子板差不多是切齊的幅度 那八代的前面的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一個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我們都有做專車的 這些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至於裡面的用料部分的話 我們所選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名油 義大利IP的主名油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他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主名油 所以他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而且耐用度抗衰退性 種種的表現都非常均衡 那KT的工廠其實也有提供一項服務 就是當我們使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主名油有劣化的狀況 我們也有提供做翻新服務 裡面的最主要的油風呢 也是攸關到避震器的靈魂跟寿命 我們所選用的油風就是日本MOK的油風 前面車高的調整部分的話呢 他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車高的調整是從 這個是下腳管 一般有人講車手板 是從下腳管的地方 我們把銀色這個托盤 把它懸鬆 懸鬆之後呢 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 所以調高跟調低呢 並不會壓縮到彈簧 所以調高跟調低呢 所以調高跟調低它的乘坐感覺 這樣的設定呢 它的乘坐感覺是很相近的 星期日有營業 因為我們最近的話 年前所以車子消化不完 所以不得已的話 今天是有加班替車友們服務 所以星期日是 呃 有營業的 有營業的 星期日有營業 下午 早上的話已經處理 我們的粉絲團有開直播 早上是什麼車 早上是Kmory 7.5代 現在的話是Civic 等一下的話還有一台Tita 一組多少錢 道路版的話是兩萬六千塊 我們有附上座 完工價錢是兩萬六 那經濟版的話是要加三千塊 特製版的話也是加三千塊 所以這一組的話呢 完工價錢是兩萬九千塊 這裡面全部都是Civic 8代的車友 那我們都有提供實車呢 可以給車友們試乘 如果車友呢 有需要齁 呃 可以繼續關注我們的 KT的粉絲團 那最棒的方式呢 還是找車友 然後一樣的車呢 來做看看 覺得有滿意再考慮就好了齁 因為避震器一組也不少錢呢 所以建議車友 有機會的話就是試乘看看KT的 那KT都有試乘車可以讓大家試乘啊 所以很歡迎大家試乘比較 避震器的話 你問我好不好做一定不準 所以就建議大家來實際的來做看看 師傅的話 又前還在施工 這個是原來車主也使用了一段時間齁 那品質應該還不錯 因為使用了一段時間 可是目前都還沒有漏油的狀況 只是乘坐感覺 車主覺得試乘完畢之後 他想要升級 所以才想要升級我們家的KT的品牌 那KT的品牌在八代九代啊 很謝謝車友那麼捧場 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出貨 尤其是北區的車友 很謝謝你們那麼捧場 可以找我們的北區經銷商 或者是找一大俠 他們都有試乘呢 可以給車友們試乘看看 這個八代的後面呢 他其實後面的投影的話是能微調 可是Camber的角度呢 沒有辦法調整了 剛好要介紹這個 Y大你好 我剛好要介紹羊角調整器 後面的話 如果有建議車高 有降低到兩指幅以下 其實就建議要裝羊角調整器 這個就是Y大您詢問的那個 要不要加裝羊角調整器 如果呢 你的使用頻率很高 然後車高有降低的幅度 比較大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建議 要裝羊角調整器 那那個車友 這台車呢 本來的觀念很好 就已經有加裝 羊角調整器了 所以今天的話呢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 直接沿用這個Harris的 羊角調整器 就沒有需要再做改裝 那後面的這一套的版本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在於 它的後彈簧的選擇 後彈簧很大 很大一選 這個是我們專門為CIVIC八代呢 所打造的彈簧 所以它的調整機構也很大一個 可是呢 它的上座的橡皮呢 就需要沿用 那這麼大捲的彈簧 好處就是在於 它不是直捲形式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會比較好一些 好所以它的舒適度會比較好 它是180長 公斤數的話是6公斤 它後面的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筒身的話呢 特製版跟競技版呢 它就是加粗的規格 它是加粗的規格 它的防塵套呢 也很特別 八代九代呢 KT所選用的防塵套 它是家常型的 然後會整個把筒心都造住 那筒心裡面其實還有一個饅頭 藏在上面 現在可能造不到 我看一下 饅頭在這個上方 所以它車高降下來 車身降下來的時候呢 它會整個把它筒身造住 會對軸心呢 這個其實是最脆弱的地方 因為我們後輪在行駛之中呢 它會有一些飛蝕呢 會撞擊到軸心 那可能撞擊個三五百次沒關係 可是當撞擊上萬次之後呢 這個軸心就有可能會有受損 受損之後呢 就會把油封裡面的密封度 就一定不好 所以油就有可能會從這裡滲漏 那當這樣的防塵套呢 它能夠對軸心做全面性的保護 就比較不會造成軸心的受損 所以當然壽命上就會加上很多 K14的避電器 那個陳大您詢問的應該是CIVIC9代吧 9代的價錢跟8代一樣耶 哈囉 子傑 子傑你好 子傑現在是那個換86了對不對 這個是CIVIC8代的後面 這個是特式版的 所以統稱剛剛有提到的是加粗 那我們再來講一個是8代9代車友 常常會遇到安裝上最大最大的問題 就是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 它是懸吊系統是分開的 那很多車友會詢問的是 他今天裝了A品牌 那這邊怎麼我的不好做 但是車友的裝起來很好做 那其實最大的主要的安裝 就是在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千萬不能預載 千萬不能預載 那什麼叫預載 如果我把這個統稱的長度呢 縮得太短的話 那它統稱就會縮得太短 就一定會不好做 除了不好做之外呢 統稱會有異音 它會有咕咕咕的聲音 第二點 它的統稱的壽命呢 會因為一直拉扯而壽命縮短 第三點 它的整體乘坐感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統稱把彈簧預載過多 一定會衍生很多的問題 這個會請車友們或者是技師呢 特別特別留意的地方 當後面的懸吊系統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一定不能預載彈簧 否則一定會不好做 這個是邀請大家呢 如果一樣開一樣的設計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陳大人您詢問的是9.5代 9.5代的話 跟8代9代價錢都一樣 道路板是2萬6 經濟版是2萬9 像今天的這個版本是特製版的 那價格一樣是2萬9 熊麻吉您好 熊麻吉是我們KT的中序經銷商 如果有需要試乘 他好像昨天也有安裝8代9 是禮拜一 禮拜一有9代要安裝 在大雅 所以如果有想要一起看一下這個安裝的流程 可以找熊麻吉 他在大雅的立元輪胎 禮拜一的應該是晚上6點對不對 熊麻吉 6點要安裝的是CIVIC9代 那個車友呢 他也有要選擇那個 仰角調整器 大家的觀念 其實大家都一直在進步很棒 後面的8代調整 它的阻尼調整呢 它是要把這個試蓋 把它掀開 把它掀開之後 阻尼就從裡面可以做調整了 特製版呢 會很硬嗎 我們廠裡面呢 台中的工廠有提供特製版的 可以試乘看看 因為今天的車主 其實也有幫我們試乘過了 才會選擇這樣的版本 所以我們的版本其實不會很硬 可以先試乘看看啊 我們的應該算是Q來 還不至於會到死硬的程度 如果KT的會太死硬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那麼多的8代 8代跟9代的車有膨脹的 那8代跟9代的部分 有一些特別的地方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上座的部分呢 它剛好在前擋玻璃的下方 所以上座 它比較容易會有一些積水的狀況 如果車友比較愛車的話 當你洗完車之後呢 會建議在這個上座地方呢 把它噴一點黃油 做防鏽的動作 會讓它的上座的壽命呢 增長一些 這台是1.8的 1.8的 如果有車友 8代跟9代的車友呢 有需要服務的話 可以找我們那個KT的經銷商 中序的熊媽吉 那邊的話也都有實車 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左前已經安裝好了 這個特製版本 記得是我特別幫車友們配置的 是8公斤 8公斤 那後面的 左後也安裝好了 這一台我們師傅真的安裝的數量很多啦 所以安裝了 那個工時都已經縮短很多了 大概這樣裝到現在應該不到一小時 對熊媽吉沒錯齁 禮拜一晚上的六點是安裝的是CIVIC九代 明天的六點 那一台CIVIC九代也有裝那個羊腳調整器啊 所以觀念都很棒 這台其實有很多的車友是升級那個後面的 防輕感 那如果改完避震器之後呢 覺得還不夠的話 再來升級就好了 那一般的話其實換個避震器 應該都夠車友們使用了 那前面的話有改了多貨塞卡錢 其實後面的話可以考慮升級一下那個 這個 加大跌 加大跌 今天的車高呢 會比一般車友選擇的 稍微低一點點齁 前面的話大概是一指半 後面比一指幅還要更少 所以我們把調整機構呢 其實都縮得很短了 欸沒有在看 哈哈哈哈 這個是八代專門的社團 對不對 這個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齁 現在只有剩下車高跟阻尼的微調 因為輪胎目前是PS4的2154517 所以我們會把阻尼指的話呢 先設定在中間 大概是15段的位置 再讓車主的話試開看看 覺得有需要調整 我們再來做微調 這一組的話 車主有拆下來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留言一下 因為車主的話 也有 也有在版上看 所以如果有需要讓他 那個車有拆下來的 也可以 可以私訊一下 這一條是PS4的215457 他的整體表現還蠻均衡的啦 OK 那以上是今天的CIVIC 八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有問題不用客氣 請繼續留言 我們可能今天直播時間會稍微拉長一點 因為剛好有兩位師傅辛苦的幫我們施工 所以我就有機會在這裡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 安裝避震器的改裝一些細節跟流程 那最重要的就是剛剛一點 後面的彈簧 這一台沒有什麼特殊安裝的技巧 後面的彈簧呢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就OK了 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螺絲該鎖的要鎖 然後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該固定的要把它固定好 這些都是有攸關到安全的東西 其餘的話呢 像前面的這個托盤呢 一定要縮緊 因為他前面是麥花繩 他不只要上下 他還負責旋轉 所以他記得安裝完畢之後呢 他的托盤記得要鎖緊 有點過曝 有點暗 車友還要選擇那個 安裝的 之前就安裝了 那個引擎式的拉桿 這個應該也是叫RR包啦 很多車友都改裝這樣的那個大包 比原廠好看很多 八代我們北區的車友非常非常的捧場KT 謝謝你們 像是爐州的祥陽輪胎 那個阿如老闆那裡好像也都有現貨 如果有需要裝八代一般道路版的話 我們北區的話也好像都有現貨可以供應給大家 好 像這樣的基礎改裝 其實對整體操控就已經幫助很大 煞車 避震器 車子還有輪胎 我也改了17吋的215457 PS4 要跑個山路 或者是開快一點點 安全性都有大幅的提升 那HONDA的車系呢 鋁圈的輪胎其實也有一些魅缸 譬如說他原廠的羅帽呢 是弧形的 那改裝的才會變成60度角 我們常常在幫車友們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看到這個羅帽 用原廠的規格去裝改裝的鋁圈 其實他的密合度的話其實不是很好 如果有改裝鋁圈的話 比較大部分大概90%的規格 都是像這樣60度角的 所以如果有改裝鋁圈的話呢 要記得羅帽要請店家一起幫您做更換 OK 那以上是今天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直播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對KT的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留言 那也可以到我們KT的粉絲團裡面詢問 裡面的話很多位小編 會大家解答會比較快 好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下次有機會再裝到8代的話 會在社團裡面一樣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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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